廣州火車站一度滯留幾萬人 嚴重程度僅持於2008年雨雪災害 廣鐵集團緊急啟動春運模式應對 廣東省內各個車站包括東莞、深圳 都可以退廣州站開出列車的車票 退票有效期限也由原來的兩日延長至到五日 行車服務受阻,部分旅客就改搭高鐵 強台風猶突的環流雨帶持續影響廣東一帶 大雨令到經廣線位於越北不同地段的路線出現事故 包括有山石跌落路軌 廣東省之內以清遠、廉州市雨量最高達到771毫米 清遠、紹慶、東莞、蝶陽等九個市超過100萬人受災 氣象部門預計雨勢在未來兩日會逐步減少 而在廣西的羽州大雨引發山泥傾瀉 泥石湧入房屋有長者被活迷 新華社報道,廣西超過65萬人受到尤德引發的雨災影響 最少6個人死亡 湖南同樣有泥石流 無論是軍人 還是警察都爭分奪廟,搜尋被埋的人士 雨災令到湖南多人失蹤,最少5個人死亡 至於東北同樣有大雨 黑龍江、松花江和亂江都超出境界水位 水位30年一遇,農地都變成雜國 村民要緊急撤離 當地有14萬人要撤走 今次雨災導致最少11人死亡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,鴻鑫生 感谢观看